强谩毛新闻,触及你灵魂 美国中期选举今天举行 美国选民将进行投票 选出新的国会议员而非总统 其选举结果将对拜登总统下半个任期的执政产生重要影响 美国经济一直是选民关注的一个首要问题 目前通货膨胀率处于40年来的高位 生活成本压力可能意味着当前总统可能面临严厉的评判 虽然拜登的名字并不在选票上 但中期选举的失败可以改变美国总统的地位 此外,此次中期选举结果也将影响2024年的总统大选 有可能提高前总统特朗普再次参选的几率 美国国会议员选举每两年举行一次 如果在总统四年任期的一半时进行 被称为中期选举 中期选举的结果可能对本届总统余下任期的执政 甚至两年后的大选产生不小的影响 选什么? 中期选举最大的争夺是对美国众议院和参议院的控制 超过1200名候选人角逐众议院和参议院的近500个席位 将选出众议院的所有435个席位 获胜者的任期为两年将选出参议院100个席位中的35个 获胜者的任期为6年 民主党人目前控制着国会参众两院以及总统职位 如果此次选举使众议院或参议院落入共和党手中 那么拜登总统未来两年的任期里 民主党的权力将大打折扣 为什么国会两院很重要? 中期选举决定哪个党控制国会 谁控制了国会 谁就对美国立法有重大影响 并负责制定辩论和通过联邦法律 这期选举也将为拜登未来两年的总统议程设定检警 中期选举通常被认为是对总统任期前两年的公投 而历史表明 执政党往往受到打击 自1934年以来 只有富兰克林·蒂罗斯福 1998年的比尔克林顿和2002年的乔治·W布什在位时 执政党在中期选举中席位增加 但是必须记住的是 与总统竞选不同 中期选举没有单一的大赢家 结果何时公布 选举官员警告说 在竞争激烈的选举中 如宾夕法尼亚州和佐治亚州的参议院选举 可能需要几天时间才能明确最终结果 美国民意调查分析政治网站解释说 公布结果的确切时间取决于各州 每个州对何时和如何计票都有不同的规定 根据美国选举项目的数据 大约3880万美国人 已经亲自或通过邮件提前投了票 如果共和党人赢得众议院会怎样 共和党人有很大机会夺回众议院 如果他们夺回了众议院 那么共和党核心小组将选出一位新的议长 并在2023年1月3日掌权 他们将管理每个委员会 并决定哪些法案得以提交给众议院 民主党人在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的领导下 自2018年以来一直在众议院占据多数席位 参议院席位可能会向民主党和共和党中的任何一方倾斜 但获得多数席位的政党所取得的优势很可能仍然极为微弱 这意味着拜登可以在参议院找到更多的共同点 无论谁掌控参议院 如果共和党和民主党在参议院各持有50个席位 参议院的控制权则有持有副总统职位的政党决定 也就是说如果在2022年选举后 民主党和共和党都持有50个席位 那么民主党人将控制参议院 值得关注的州 值得关注的是在2020年总统大选中 导向拜登的几个州 这些州是 亚利桑那州乔治亚州 密歇根州宾夕法尼亚州 威斯康星州内华达州 在2020年的总统选举中 宾夕法尼亚州这个曾经的共和党大本营 对拜登的胜利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两党都对宾夕法尼亚州给予了极大的关注 即是因为拿下这个州的重要战略意义 也因为齐选民在过去四次总统大选中 独从一党摇摆到另一党 哪个党赢面比较大 选情十分焦准 拜登总统的支持率很低 一直在50%以下 民主党人一直在努力坚守阵地 在获得堕胎机会 应对气候变化和更严格的枪支管制等问题上 开展竞选 过去的记录 让共和党人有理由感到乐观 因为在几乎所有第一任总统的中期选举中 执掌白宫的政党都失去了一些国会席位 需要关注的关键问题是 哪一方最终控制参议院和众议院 如果民主党人掌握了参议院 而共和党人赢得了众议院 那么两院就不可能找到很多共同点 但共和党人可以尝试在一些立法上 争取民主党参议院的温和派 共和党人被干好将赢得众议院 但在参议院方面则竞争激励 共和党人被认为具有微弱优势 在周二美国中期选举前几天 前总统特朗普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一次集会上 继续为他将在2024年竞选总统的猜测推波助澜 特朗普在离开白宫之前 就一直在谈论2024年将再度竞选总统职位 现在他的助手和盟友都在关注 11月8日中期选举之后的两周时间 认为这可能是一个宣布参选的窗口 不过他们提醒说 他还没有做出决定 就像特朗普的一贯作风 事情总是可能发生变化 共和党在众议院重新掌权将是特朗普的胜利 因为预计明年将重返华盛顿的一些共和党人 以及许多希望赢得第一任期的人士都忠于特朗普 在政策和立场上以他为榜样 许多竞选联邦或州职位的共和党人认为 2020年拜登拿到的总统职位 是从特朗普手中抢来的 这次美国中期选举也是自2021年1月 特朗普的支持者试图阻止拜登选举胜利得到认可 而终极国会深以来的首次联邦选举 感谢收看本期节目 欢迎点赞评论转发 订阅本频道 开启小铃铛 第一时间收到更新资讯